chlussrov 是幾de劇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香港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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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움味弟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 1月19号 话说有个人物就跟MPF有关 刚才就讲了这个彭督 今次就要讲讲这个许事人 而以上的消息就是这个 BNO移英港人取回这个强积金就有难度 其实看一下哪些啦 最早期那些到门尾山的时候就拿走了 那些就最醒目 英国的外交部国务大臣就发言了 他就讲到了已经向香港当局 就要求有拿回这个MPF的权利了 又叫做平权 那其实是的 因为如果你有些人不是BNO visa的香港人 那他们当离开香港的时候 当日在香港积下的那笔强积金 是可以拿得回的嘛 他们讲回自己离开就行了 永久离开 那当局会要求你有些证明啦 但是都要看一下可能这个好心做坏事 我当你假定了啦 那就能够 就是取回这个强积金啦 会不会有一些人呢 因为要回港取回强积金的时候呢 又出现问题呢 哇 装给这个桑冊哈以策啦 好了 新闻的报道内容 过去两年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呢 就透过这个BNO visa的签证计划 那移民英国 那这里讲得好是移民 而不是人走查梁振英港的移居 但是 由于这个香港政府啊 的阻挡 不过他显示出来的呢 其实就是那些基金公司的阻挡 他就说积金当局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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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看积金局决定的嘛 那所以 你看回的时候都是当局的阻挡 那当局又听名于谁的阻挡 总之就是阻挡 无法就取回这个强积金啦 所以 英国的外交部国务大臣卓雅敏 Anna Mary Travegan 你看到这位了 近日呢 在议院辩论的时候就表示注意到 BNO visa签证的香港人 就是有些香港人和他反映啦 提取强积金的困难啦 那当然就是 他们 就是我就说 拿不拿都可以而已 他们那些 就可能要求要拿啊 各样那些 最好呢 就叫其他人一起啦 签个名这样都OK的 好了 所以就向议员反映过 外交部的官员 已经向香港的相关机构 有反映 即是积金局啦 促请呢 就将这个BNO港人啊 还有使用其他护照移民 海外的香港人待遇呢 就看齐 今次是首度发声 之前就没发声 逐步处理啦 那但是就有些人 十五十六的 当时 就是去到的时候 见到其他人 没拿到强积金 就卡住了在那样 那于是乎 55岁 就等几年 等拿强积金先 那群人最多啦 是不是 年轻人就不怕的 所以你见年轻人走得最多啦 没有强积金这个问题 那怎么都有取舍的 赢了嘛 是不是 那至于很高身口积 草落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叫他们撕赶忽育 都很难的 Anyway 所以啦 早前就有英国的香港人呢 做得好 向这个 Labor的国会议员 Alice Lawrence 反映着上述的问题 另一位人兄 这个是工党的 于是乎 Alice Lawrence 在1月9号时候就向 外交大臣旗詐明 James Clatterley 提交书面的质询 这三个人物我都放在封面了 看看大家认不认得他们 要求政府回应 会不会帮助BNO Visa的香港人 提前就取回强积金 其实当日离开的时候就应该有的啦 只不过既然落了关卡的时候 拿不到 拿的时候 是今时今日有税务的问题 但是原本不应该存在的嘛 甚至乎税务问题都应该解决了 甚至乎就算是拿 都应该有些安全措施 帮助香港人拿啦 不过我想又没什么 我相信其他那些 要得NPF的香港人 他都会大概 认知到自己要拿的时候 那个风险 然后看当局怎样回应才说 实话都没有一撇 一来啊 二来啦 就算真的回去拿 那我想如果真是高风险的人士 应该就向英国政府申请人身保护令啦 但是其实真的保不保护到你呢 我想就不太行啦 两个麦克尔 加拿大那样被人麦走了 Anyway 卓雅敏期后就以书面回应了 注意到 有香港人提取强积金时遇上困难 所以就官员们 就已经向香港各个相关的机构 Relevant Hong Kong authorities 沟通 就促请呢 就是值金当局啦 平权 看齐 目前值金局是不接受BNO签证作为离港的理据 这个其实是很坚实的理据来的 因为你那几年基本上就要在外地生活 那你说 黑衣制作难关什么都好啦 拿不到就拿不到啦 有个笔 又真是好小一点的 是吧 按照值金当局年底发布的数字啊 2021年1月 去到2022年9月期间 就有58,400宗以永久离开香港为由 提取强积金的个案 但当然啦 5万多就不及得上移民那个人数的 那他说你听就十几万啦 那于是乎十几万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就是说 有成差不多10万人 是没拿过强积金就离开了 而这单消息传出之后呢 你去统计回 那里是涉及153亿元 如果真是平手离场的话呢 个个都得 那再多十万宗 你当吧 那就乘三而已 那里牵涉到的金额都是300亿 每宗个案涉及的 当日啊 就是26.2万元 很少的而已 强积金如果你说26.2万 依此数字推算呢 被积金局扣押了的强积金金额 可能超过100亿 好了 于是乎呢 我们就今天介绍一下一个人 就叫做许侍仁 都在封面上 就不知许正宇和他有没有关系啊 他都算第一代了 今时今日就是 阿他磨见到他了 是不是 一个样板 做完dirty job之后呢 这位是没有好结果的 当日NPF就是他想出来的 话说又是这个天主教徒啦 前全国政协常委 取消了啦 当日答应什么都是的啦 有称巧王 大家不知道的就是 喂 他原来是大嶼山大澳的新界原居民 你说是不是竹宠 号称肥龙 就不知道谁是寿虎了 又有称强积金之虎 2018年3月2号刊宪 政府宣布啊 就撤除授予许侍仁的大纸巾 纸巾章和金纸巾 即是今时今日扳了的那些呢 是可以拿回的 就并不是不可以拿回的 不过他什么人都扳的啦 现在是不是 金纸巾又不及得大纸巾啊 先讲大纸巾啦 2022年 我读一下名字大家听下啦 李家超 张宇人 法官李仪 廖长城 林建恶 哇 亚洲电视 还有一个我不懂 不过名字挺有趣 叫吴梁好 好了 阳刚都有啦 派堂这样派 金纸巾的陈国基 我讲些大家懂的名字啦 不懂的不讲啦 湯家驊 杨允雄 曾国伟 许正宇 炳强 陈凡 陈兆耻 聂德权 八韵六 涉永恒 涉永安新出行 李慧琼 林大辉 梁永祥 汪明泉 下面附大见到呢 银纸巾有个文米娟 所以 帮得给你 也都可以拿得回 最不抵的就是同时 蚕夺太平紳士的身份 我想后者呢 可能是他想做到的事情 但其实 他太平紳士的身份 应该97年前的 大澳的原居民 读到他这样算是这样的啦 你见到原居民出声读 跟着读到很好才行 1948年出生的他 补血幼稚园 有没有人跟他是同乡 又或者是同校 1960年 摩利晨山官立小学 1967年黄隐书院 高级程度会考 当时呀 算是赢仔 取得一休三良 入到香港大学文学院 夜学三部学院的总编辑 曾荫权找他出声呢 到最后整个人都中招 就不知道了 这位香港仔曾荫权先生 没有的 今时今日 人们都说他仍然是 在香港的 1971年8月 许侍仁 其实他姓北可能好些 那开始做AO了 AO开始出生的他 慢慢呢 96年就进身去到 布政司 储司级的政务官 那曾荫权当时呀 又要讲另一个 白头饮 就是任志刚啦 大家都知道他 就动用千亿的储备 于是乎呢 入市购买多只港股 这个也是盈富基金的前身 也是许侍仁政界生涯的 最大功绩之一 那跟着就买了 相信跟董建华有关啦 总之离开了之后呀 就去了 积金局 他主理的 推行了强积金计划 01年 香港艺术哲协会副主席 03年6月 就离开了积金局 那三年什么钱都赚了 04年2月 就做九巴附属公司 九龙巴士有限公司 和农运巴士有限公司的董事 05年5月辞去职务 为何呢 因为 请他出生 做这个政务司的司长啦 可以说他是 由于不满董建华政府 然后离开的一个AO 同期是呢 曾荫权上位的时候呢 就找回他进去了 如果跟人 酒茶梁振英 去给的时候呢 他那些很小的A数啦 2012年3月啦 就是许树人 不是许树人 许氏人 许氏人大学什么 许氏人 就因为 有多笔的款项 和毛底额的贷款 你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会有毛底额贷款呢 就就是平日呢 似乎他都洗大手脚啦 有些私人生活方便不检点 就是肥沙啊 真是肥龙啊 金梅 事件就牵涉到 新鸿基地产董事局联席主席 葛炳刚 葛炳联 所以香港在真任权年代来说呢 可以说是 新鸿基地产非常有影响力的几年 那期后没有啦 大家都知道了 国家自己都是国家 各各各 OK 姓葛的 那个新鸿基的家族 自己都出现内部的矛盾 而这个内部的矛盾呢 其来有志啦 或者好像龚如芯那些 那到最后他那批基金啊 就真是啦 非常爱国 捐钱捐名捐器官啊 最后涉资的是多少呢 1118.2万港元 都厉害啊 就在说 咦 跟我估计的一样 担任职金的行政总裁政务司司准 和行政会议成员的前后呢 就和新地之间有关系啦 包括有免费住所 免费办公室贷款 和现金等等 处理这件事的 那个官呢 就叫做墨基智 你没了个智智会好听些的 墨基啊 厉害啊 而在那几年间 也就是那七年间 香港的地产 那就不停上升啦 讲着那个价格 而NPF来讲呢 新鸿基都是刑户基金里面的一只主打来的 最重要的就是啊 就不知为什么啦 好像我再讲多个名字 大家可能会记得 孙明洋 九朝十二式嘛 那到最后香港的楼价呢 就在那几年不停上升啦 而很多的政府官员啊 都买了很多的楼房 甚至乎张建宗啦 有清楼啊 为什么在这麽低迷的时候啊 他们是 够胆挠底呢 没有的 你问一个人03年的时候买不买楼 05年买不买楼 当时才经历完8万5 他一定跟你说不买的嘛 但其后香港就进入这个地产世代啦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啦 即是今时今日 很多都已经管理不善 就不知买了些什么的 事件也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出声啦 亦都可以跟近日的几单新闻 包括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啦 包括新伟城首相最近公布的 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捍卫啦 那这则报道啊 我都是会上诉至录标为止啦 所以知道最近啊 这个黄标的政策就非常之严谨 所有关乎自由民主 普世价值的片段啊 都是被列作 不受广告商欢迎的 这个是YouTube的标准 那所以呢 必要时我们是要上诉一番 就是这样啊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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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